大家好,我是山小妮儿 今天我们来做布朗尼 布朗尼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美式甜点 用天然酵种来做会有什么特别呢? 我尝试了好几个配方,都各有特色 一会儿我会详细说明 首先来看一下用到的食材 天然酵种可以用活跃的,也可以用剩余的 它们的质地不太一样 最后面糊的稀稠会有点区别 我们先来把黄油和巧克力加热融化 可以隔水融化,也可以直接用小火慢慢的融化 或者就是干脆放在微波炉里,大概一分钟就好了 第一种做法我是把鸡蛋和糖先用打蛋器搅打至浓稠 蓬松,颜色变白 这里还加了一点咖啡粉来提升巧克力的风味 开发 传统筛 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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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点 1点 3点 2点 1点 我用了9寸的方形烤盘 用8寸的话也没有问题 成品会更高一些 提前预热烤箱350华氏度176摄氏度 放到烤箱的上层 烤大概30-35分钟 布朗尼不太建议烤太久 通常牙签拔出来的时候没有明显的面糊 但稍微带一点点也没关系 就可以出炉了 然后就放在烤盘里慢慢的冷却 这一个我烤的稍微久了一点 因为打发了蛋液 成品比较饱满 吃起来也非常的松软 更偏蛋糕的口感 但并不干涩 非常的柔软湿润 天然校种的加入绝对是个加分项 这个布朗尼 烤制的时间我尝试减少了5分钟 成品内部更加软糯 吃起来更加绵密 不同的口感看你的喜好了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极简版的 就是一盆到底 也不用打发蛋液 这一次我预留了一部分巧克力 面糊搅拌完成以后加入进去 我这样子听就会变成散开 我乱用这个植物 这个状态也要挺有趣的 我可以变成散开 灰色 花椒 白色 花椒 花椒 的芭蕾 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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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品没有那么高大 口感也相对扎实一些 再来看这一个 表皮有很漂亮的裂纹 我是借鉴了一个很流行的配方 用了两个鸡蛋加一个蛋清打发 出炉以后就形成了这种苏壳软心的效果 最后这个布朗尼表面非常的有光泽 除了天然校种 我还额外加了一些中筋粉 巧克力的量也加大了一些 面糊非常的粘稠 一个经典的布朗尼 看似做法大同小异 但一点小小的改变 都会给它的外观和口感 带来不一样的变化 日常只埋头一座面包的我 找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布朗尼 却更让我对甜品的世界望而却步 不过今天分享的校种版的布朗尼 的确非常好吃 无论你喜欢松软的蛋糕版 还是软糯的 或者是有嚼劲的布朗尼 校种的加入都会让它更加的湿润 就是好甜呐 一次只吃一块就好 好吧 最多两块 搭配牛奶一起更好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 如果你也尝试了 欢迎给我留言 下次见